美国当地时间4月10日 乒乓外交48周年及中美建交40周年高峰论坛 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故乡加州尤巴琳达市举行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副总领事施远强 美国华人体育家协会会长高盛 美国奥委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David Seymour 等300余嘉宾出席盛会 非常非常感谢各界的媒体朋友 对我们这个活动的关注和支持 历史上的今天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 在48年前1971年的4月10号 美国国家乒乓球队到访中国 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今天历史的见证人和践行者 Iro Ressick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Jack Howard and梁歌亮先生 也发来了祝贺的视频 还有贺信 那他们将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回顾历史 展望未来 论坛的现场呢 嘉宾们将围绕着乒乓外交 中美建交 体育竞技精神 还有世界和平 进行多维度的跨世纪的东西方的探讨 在论坛之后呢 Iro Ressick and 高军 Richard Young and 唐丽颖 将给大家呈现出 一场非常有水平的乒乓表演赛 我相信呢 这场乒乓表演赛一定是能够体现 体育竞技精神的视觉的盛宴 那在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释放另外一个信息 就是由华人体育家协会主办的 首届乒乓外交杯世界循环赛 和乒乓外交50周年庆祝活动 已经拉开序幕 敬请大家期待 谢谢大家 刚才我们的总策划 战营女士都已经把这个 所有我要想讲的话都说了啊 我在这边只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非常感谢这个主讲嘉宾 和感谢论坛的嘉宾们 感谢这个市长 约伯琳达市长 感谢尼克松博物馆 还有这个所有这个嘉宾 参加我们这次的论坛会 另外呢 我也特别要感谢我们的体育家协会 所有的这个支持这项活动的 每一位会员 大家都是义务在做事情 所以呢这个特别也要感谢我们的媒体界 对我们的这个支持 那么最后呢 我要感谢所有的这个赞助商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头 给我们这么大的支持 刚才战总也都讲过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筹办50周年的这个大的巨大活动 重大活动 还有这个乒乓球的这个循环赛 全世界的循环赛 所以大家这个待之以目 谢谢 感谢大家 好那我是周正访谈的节目主持人 汉天卫视周正访谈的节目主持人 我呢本人也是ACAA 美国华人体价协会的高级顾问 所以今天受邀参加这个 美国中美48周年的中美乒乓外交 以及中美建交40周年的一个乒乓盛会 那我有幸被美国体力价协会 评为今天的这个主持人 而今天这个主持人呢 我们参加的有大家看到了很多名人明星 这个美国体力价协会呢 有很多很多的明星世界冠军 像今天大家看到的美国国家队教练世界冠军高军 以及1971年参加这个中美乒乓外交的老运动员 这个Ariel Rissat 以及我们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冠军 我呢作为他们这次大会的主持人 主要的主持人非常高兴 1971年4月10日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 成为1949年后第一个阴邀访华的美国代表团 打开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为推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发挥了积极作用 大家好 我是高军 我曾经代表中国参加过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 拿到了双打赢牌 那之后来了美国以后呢 也很荣幸的代表美国参加了2000年的悉尼奥运和2004年的雅典奥运 还有2008年的北京奥运 那代表美国参加了一些就是说洲际比赛啊或者世界是世界锦标赛 那目前的话呢我有自己的俱乐部 我们培养了一些从小到中到大学的这种小孩子 我们的学生有一个参加了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 所以主要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是专业人士 那做乒乓球的话一定要从小做起 我们想急着这个活动来让广大的华人也好 或者是美国的这个群体也好 更加了解乒乓球 知道乒乓球的好处来更多的来投入到这个运动当中 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 也感谢那个赞助商和冠名商 这次活动呢确实是非常有意义 48周年之前的这个乒乓和兵之旅 使我们都是受益人 我们从中呢没有这个破冰之旅呢 也就没有今天也没有40年的建交中美 没有建交呢也就没有现在中美现在发展的这么这个辉煌关系 所以给我们很大的机遇 我们利用这个机遇这个缅怀和回顾这个历史 为了以后更好的发展 谢谢 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由美国华人体育家协会 主办的中美建交48乒乓外交48周年 那这个活动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那么我们律所呢 史密斯律师事务所也是这一次的赞助商之一 通过这次活动 我希望呢中美能够进行更加好的一个 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通过这次活动 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越来越好 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出席这个乒乓外交48年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活动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骄傲 我也特别自豪 特别荣幸呢 就是这是一个中美建交的一个大的一个事件 中美金武器就是为了超级的事件 那么我们经济经济有趣的地方 感觉这一点也很厉害 我们在过天上久没有人密集合 我们总结集了一些完美的地方 而我们有这么高兴赔的地方 时隔48年 当地时间4月10日下午 位于优巴林达市的尼克松图书馆内 一张乒乓球台摆放在乒乓外交48周年 及中美建交40周年高峰论坛的会场中央 乒乓外交见任者埃诺尔·雷赛克等300位中美各界嘉宾为球台而坐 重温48年前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 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